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好奇 你当时跟那个男朋友为什么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有两位女生在2017年 经历了情感的变动 一位在毕业后分手 决定走上自媒体创业之路 一位进行了分手旅行 在旅行中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还有人遇到了初恋 但爱情的滋味 并不一定总是甜美 也会有酸涩 相信你们都学会了 在爱情中要成为独立的个体 完成自我成长 那个17年分手 然后走上自媒体道路的是我 因为我本身之前呢 是一个不谈恋爱不行的一个人 就是因为内心会比较的空白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人一直陪伴我 然后也是跟历任男朋友分手之后 我觉得说 与其跟别人谈恋爱消耗自己 那不如留给自己一点成长的空间和时间 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空窗期 那在这些空窗期的时间内 我就比较早地踏上自媒体的道路 我很好奇 你当时跟那个男朋友为什么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我其实跟他算是和平分手 因为我这也是我第一次 是因为观念不合而分手的 因为他会觉得女孩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 他可能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观念 我觉得这样子我就没有生活和没有自由了 自由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再跟他拉扯了大概一两个月 我们就选择和平分手了 然后就自己变成了大女主 对 我觉得他内心世界是丰富的 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在选择上面还有想法上 有这些我都觉得他真的好棒 优秀 2022年有人参与屏幕首秀 遗憾没有展示最好的自己 我其实觉得那时候的我有点自负 所以我到现在都很后悔 但自从那之后 我就对每件事情都很认真 锁定目标之后就一定要做到 那我们要不不可能 对付这个朋友 祝福 我们到来 我们到来